《曼联》开季两年拜,很多疑似报道就有如说片一样,飞来飞去,哪一单真哪一单假,真的要停一停,想一想,最好就等待FATCHECK。 续客0比4,惨败给宾福特31年来,第二到开季就连输了两场球。 校长坦克取消球队原本在比赛之后的休息日,叫所有球员回卡林顿加粗,惩罚球员跑回13公里,正正就是宾福特在那场大胜的比赛之中,总共跑多给曼联所有球员足足多13公里那么多。 斯朗在对宾福特圆场之后,没有跟其他曼联球员向入场的曼联球迷致借和道歉,又被影响到和坦克零交流直行直过回到更衣室,态度就被受批评。 正值多事之秋,曼联更衣室的气氛就越来越紧张,据报有球员出现争拗。 斯朗在卡林顿又被影响到自己吃饭自己走开,在训练期间态度又恶劣,成全曼联想和这位王牌解约。 不过很快曼联会方走出来澄清,解约的报道是假的话,又再强调斯朗是非卖品。 坦克格排阵依然保守,那下场主场对着利物浦应该是否要换回至少换了半队的正选以上呢? 华书福,新组,班劳,费南迪斯,费特,麦加亚,达洛志,梭尔,我说都应该全部要换。 新后季第一场的BIG SIX,车路士主场迎战热刺,双方打和2比2, 场内的话题性绝对不及两位领队干地和杜曹在场外那么好看, 互相跳人,完场之后握住手又不肯放,结果双方都拿了直接拿红牌, 因为打比战是要这样的气氛才好看,加上两个领队有如小学鸡的演绎, 至少再说几年吧